《伍佛无门,为人自照》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伍佛无门,为人自照》 《伍佛无门,为人自照》 《会篇,注节》 在这个第一行,注节第一行 我们念念 所谓卢略非因兵货 安得有之 然居官吞泊百姓 四切功倍 豪强重力举债 借卢烈也 以此致富 习出家破人力气提子 这个子气之语 习出家破人力气提子气之语 岂能安详 这一段 已经把裸掠的意思说得很透彻 这个在佛家里面就是说于道解 道解的范围非常广泛 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 方式 得取别人的财物 或者是 剥削别人的利益 都是属于道解 道解 果报之严重 如果不是佛说 世间人 确实 没有法子理解 佛在经论上 说得非常清楚 也说得很多 很详细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到一个人 这个财物 借罪比较轻 将来还债 还一个人 如果是公共的设施 如果是公共的设施 像世人所谓的贪官物理 他所侵夺的是人民的税收 国家的财物 那么借罪 将来要还债 所有纳税人 都是他的债主 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 我们要看看 债主是谁啊 债主有多少啊 国家的公共设施 那个债主是全国人民 你说怎么得了 什么时候 你能够还债 比这个更严重的 佛讲了 常住物 就是僧团里面的财物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 说得好啊 佛说 我你实物之罪 佛有办法救度 道常住物 佛不能救 为什么呢 思念里面 公共设施 这些财物 他这个范围 叫舍方常住 那么债主 比一个国家人多 静虚空变化界 所有一切 出家人 都有份 这个债主的数量 比我们整个地球 所有一切众生之内 还要多很多很多倍 这个数字 没有人能够计算 但是今天 清读这个四月安堂财物 不知道这个厉害 不晓得这个果报 我们都佛今 深入尽藏 才出出明了四十的状况 佛教我们 布施 教我们放下 布施 是福德这因 你能够修因 当然就能够挣苦 你能够得果报 经论里面 说的太多太多了 失财 得财富的果报 所以财富 决定不失 以不正当的方式 可以取得的 这前面我们也说的很多了 任何手段 取得的财富 都是你命中所有的 你命中没有的 什么样的手段呢 你也得不到 这个道理 诸位 应当 多多 去研究 辽凡思讯 廖凡思讯 流通的很广 这个小册子 很容易 获得 细心去读 仔细去研究 你就明白了 人 六道众生 谁没有欲望 谁不想得财富 谁不想得聪明智慧 谁不需求健康长寿 这是六道众生的大欲 佛师们中 有求别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教给我们 求得的道理 教给我们 求得的方法 如果 我们如理如法的 修学 你一定能够 称心如意 你所需求的 决定能够得到 如果是非理的 需求 这一段所讲呢 这是得志之我 违背了 道理 与方法 所以纵然 得到 还是命里有的 你说 这是不是冤枉 不过是把 命中所有的 提前得到了 比如说 你命里面 发财 五六十岁 才发财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三四十岁 就得到财富 提前了 只能做到这个 但是 你所造的 罪业 把你命中 应该所得到的 或是财富 或是聪明智慧 或是健康长寿 都已经 达了很大的 这口 实实在在是 得不偿失 我们应当 声明其中的道理 众生 何以作物 众生作物 这情有可言 何以 出家人 修学佛法 甚至于 佛门 似众 老修行人 还是 不能够 断卧修宣 依旧是 明智 故犯 这个名音 何在 我们细细的 去思维 都是 阿赖耶诗里面 无量借来 熏习的 卧习期 在作祟 这个卧习期 就是自私自利 使我们 明智 故犯 造作 更深重的 罪 自己 不能够觉察 到古报 现前的时候 后悔 来不及了 而古报 现前 只快 也是 我们往往 俗乎 这一口气不来 古报就先去 你说多可怕 我们 我们如何 对付 自己 卧习期 必须要看破 我昨天 我昨天早晨 跟诸位说的 帮助大家 看破的一个方法 方法 无量无边 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 说明 说明 一切众生 执着这个身是 我 是决定做 在这个身相当中 我确实不可得 为什么要为这个 不可得的身相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个身相 是我 所 不是我 一切众生 迷惑 根本的迷惑 就在此地 把这个身相 执着 以为 生活 我们应该 怎样 把这个谜 揭穿 把这个谜底 揭开 你什么时候 找到真我了 你就是 发生大死了 你就是 祝福如来了 宗门里面 常讲 父母为生前 本来 灭目 本来 灭目 就是真我 这个东西 是我 是我 不是我 我们要把它 辨别清楚 我所有的 这是个工具 佛在 大乘经里面说的 六根 严而 鼻舌 深意 且五根 是物质 墨后一条 那是心理 身心里面 都没有我 西方哲学家说 我死 故我在 他已经知道 这个物质里头 没有我 那什么是我呢 我能够想 我能够思维 这个思维 想象的 生活 其实还是错了 思维 我的思维 我的想象 还是属于我 所 不是我 我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今天讲 从物质现象 从精神现象里面 都找不到我 物质 精神 都是属于 我所有的 我所 不是我 我昨天 跟同学们说 我所 我拉掉 我就现成 真相 就显露出来了 那么真的 我是什么呢 虚空 发迹 一切 众生 那是真 我们在很多宗教书记里面看 也看到这个意思 真我只有一个 他们称为造物主 称为神圣 佛教里面称为自信 称为发身 那是什么 从物 变现出 无量无边 一切众生 虚空 罚戒 都是我所 我竟然是一 我所是从我 变现出来的 你们想想看 一切诸法 怎么会不平等的 佛家 有所谓 平等 正法界 无福 无众生 这个无 是无 妄想 分别 执着 离开一切 妄想 分别 执着 真相 才显起 佛家 佛家将善 我 究竟的标准 在此地 与信德相应 的是善 与信德相悲 的是我 相应的是什么呢 我 相悲的是米 通常我们想 断窝 修善 这是对促修 不究竟的 究竟说法 专米为物 米就是物 物就是善 佛家的教训 自始至终 没有离开 这个原则 没有离开 这个目标 所以这是 至善 圆满的教育 果然 专米为物了 感应篇里面所说的一切我 全都消融了 感应篇里面所说的一切事 自自然然就圆满了 这是过去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们 常常说的 从根本修 根本就是迷雾 迷雾之相 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 一念起来 为自己就是迷 这一念起来 为虚空伐界一切众生那是无 为自己是私 为众生是公 大公无私 这个人觉悟了 还有一丝毫 私心在里面 这个人没有觉悟 不是究竟觉 不是圆满觉 迷 愤愤在减少 悟愤愤在增加 所以大乘佛法里面 才说菩萨有五十亿个阶级 五十亿个阶级从这来的 小臣四国四相 也是从这来的 所以我们 一定要知道这些四十真相 果然觉悟过来了 就是佛家讲的 尘愿再来了 迷的时候 业力 业力在做主 悟的时候 就愿力做主了 愿力做主 就自在了 我们用这个工具 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也不执着功德之下 灭的时候 这个工具造无量无边罪业 可见了关键都在迷雾 迷的时候 对于四十真相 茫然无知 悟的时候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自然 准我为啥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能经历到 burg尔子 徐勿 与睦